居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2024年11月9日 星期六 今次和居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國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先說說話說有個外賣員據報在街上賭寫東西 結果竟然在當街地上加工 有市民目擊過程感到極為噁心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道 外賣員賭寫湯 當街地上加工 做手術這樣處理 市民目擊過程感到極為噁心 就罵他好缺德感化 外賣員送餐過程 難免會因為露斷搖房 食物未封好蓋等等的原因 令食物送到時間邊形甚至堵寫了 相關情況不時都會出現 不過最近有個外賣員 就疑似因為賭寫了外賣食物的湯水 臨急臨忙 竟然當街當行在道路中間實行補救措施 把膠袋內的湯是這樣處理的 話說目擊者星期五透過社交平台上傳一張照片 顯示有個外賣員在街上地下處理疑似賭寫的外賣 目擊者就說這個外賣員賭寫了湯在膠袋內 於是在膠袋內賭湯入碗裡 另外他見湯可能不夠 於是再開第二碗 又賭湯入原本賭寫了外賣 照片引來網友留言熱烈討論 有人直言這麼明目張膽 亦說嘔心 有網友嘲諷 背後會不會有個戀心故事 另外亦說香港外賣費收你這麼貴 當然要做些事情 亦有人批評要建議作出舉報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活的報道 這個網民拍下了照片 不過沒有前文後理 亦不知道是誰的外賣apps 看到這個男人在街上堵寫了其中一碗麵湯 看見湯不夠 於是打開第二碗再賭過 便會比較平衡 但整碗東西已經變得味道很奇怪 另外估計就這樣又送給別人吃 難怪網友說如果叫外賣 先看清楚外賣有沒有不妥 有沒有被打寫過 然後重新做手術 然後令到他變成可以送的外賣等等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另外亦說這宗消息 根據Chicinate的報道 有個女子在香港酒吧面試 疑似差點遭到落藥 涉事的加密貨幣公司新加坡合夥人 是沒有了份工的 即是被人炒了由於 問題到了 新加坡傳媒在11月6日報道 一間加密貨幣公司 一間加密貨幣公司的新加坡合夥人被指 在香港酒吧面試求職者的時間 向對方落藥 他隨後租到公司解股膠 女子就說當時在店員提醒下 沒有遭到毒手並報警 他在10月29日在社交平台曝光事件 並展示了報警紀錄 女子的提文就說 這個合夥人曾經多次主動聯繫 聲稱要介紹一份 量身訂造的工作給他 身為剛剛進入加密貨圈的新人 女子就說希望能夠捉住這個珍貴機會 因此答應跟他見面 他就說事件發生在10月24日晚上 兩人就會面 女子中途短暫離直前往洗手間 回來過後就不知道有古話 他喝了幾口飲品 這個時間走巴士應 趁著男子離直接聽電話的時間 就向事主說 提醒他那杯飲品被人擺了東西 女子才警覺起來 女子就說他曾經提議換走了這杯特製的飲品 不過攝氏的男子堅持他 是要喝光它 令到他起疑心 這個合夥人還企圖 有騙他前往合夥人所住的酒店 女子就說離開酒吧的時間感到極度頭暈 他事後報警 要求警方拿走酒吧裡的閉路電視紀錄 發覺對方的手法是非常純熟的 不像是第一次犯案 事件引來軒然大波 和合夥人有關的兩家公司 隨即發表聲明 其中一家公司表示已經注意到這件事 雖然事件正在調查當中 但公司已經決定立即解除 合夥人的管理和營運的職務 另一家公司就說已經解除 和對方的僱傭關係 以上來自HK的一個報道 厲害 明目張膽 據報新加坡合夥人來到香港的一間酒吧 跟一個應徵者面試 面試面到酒吧 另一邊廂趁著女子不覺 就在一杯飲料下藥 本身沒有人知道 不過酒吧的侍應就留意到有鼓滑 提醒事主 事主才沒有中招 不過其實都喝了幾口酒 結果頭暈暈 事件經新加坡媒體報道 當地兩家公司 立即和合夥人撇清關係 另外女子已經報警 未知事件何時會有進一步發展 另外也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針山遠足的男子 遇到蜜蜂針 痛苦送軟 另外問題到 城門臨到針山段 在昨天11月8日下午2時多 有個男子遠足期間 遭到蜜蜂針傷了 他仍然有意識 但感到痛苦 同行的朋友協助報警求助 救護員接報港致 將他送往人際醫院救治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提及相關的男子 面露痛苦的表情 送軟救治當中 另外行山時間 遭到蜂針到 不過之前有另一宗 漁護署的職員 懷疑被蜂針到 隨後死亡 所以若然遇到這種情況 要謹慎些 男子立即報警 兼求醫 另外也說這宗消息 根據HK的報道 男身為男子 河邊再浮再沉 消防救起後 當場證實不治 另外問題到了 昨天11月8日 下午4時50分 警方接獲同人報警 說在元朗 男身為路 男身為發現有人在河邊飄浮 救護人員接報港底 消防將事主救起 不過救起後 當場被證實死亡 警方調查後 相信死者姓鐘 46歲 他的死因有待驗屍後確認 現場沒有檢獲遺書 據了解 死者生前 有精神病紀錄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有圖人發現河上有人形的物體飄浮 於是報警 再將他救起上來的時間 已經證實不治 另外也提及這個消息 根據HK的報道 長沙環院寫 100歲的男人睡身上有傷痕 家人擔心他被虐待 警方調查證實虛驚一場 內文提到 昨天11月8日傍晚 6時 長沙環心旺道 38日一間護老院裡 有一個100歲的男院友 被家屬發現身上有傷痕 協助報警求助 事主一直清醒 被救護員送往名外醫院檢查 警員到場調查後 相信老翁身上的傷痕 是他自己意外造成 認為事件沒有可疑 將案件列作 有人意外受傷處理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去經一場 據報100歲的男院友 身上突然間有可疑的傷痕 頭髮有刺被燒過 原來都是自己弄的 事件證實虛驚一場 另外亦提到消息 根據先導日報的報道 將軍澳的進行 裝修當中的單位起火 消防員救息 幸好沒有人受傷 內文提到 將軍澳石角路8號進行7座 昨天11月8號中午 消防接報高層 一個裝修當中的單位發生火警 消防出動搜救隊 21分鐘後將火救息 期間疏散附近一個單位的居民 火警當中 幸好沒有人受傷 經倉部調查 相信單位裡有紙板著火 起火原因有待調查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